终于叫上台东阿辉 记者会上大力宣传与台东县各机关共同行销 主要推动者水土保持局台东分局 在去年就看中了红梨的市场 也希望借由特色行销帮农民找出一片天 水保局台东分局长王志辉侃侃而谈 在最近最火红的话题就是红梨 而台东红梨这个名词也是他想出来 希望要与台东结合让人一想到红梨 就想到是台东的代名词 我们都知道台东盖分为三个轴线 就是仲谷线东海岸线还有所谓的南回线 可是大家都发现到说仲谷线的产业 尤其稻米产业非常的夯 东海岸观光旅游非常的盛行 可是到南回之后我们发现没有特别的产业 观光也发展不起来 所以长期以来南回算是台东发展最缓的一个地方 八八风灾之后很多地方受损 水保局投入了很多的经费去进行改善 但是并没有把人给留下来 许多年轻人还是往外去移动了 那这几年因为国人越来越重视所谓的这个 养生健康这一块 那大家也突然间发现到说原来国外认为的宝贝 这个所谓红宝石在我们台东就有 而且我们的红梨啊南回的红梨更是我们台湾的原生种 它的营养成分比所谓国外的梨脉营养成分更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一些农民 试着把这些以往只是装饰用 酿酒用的红梨开始拿来生产 可是呢大家都知道 农民即使会生产 不会行销的情况之下 老实讲卖不了好价钱 也不知道卖到哪里去 红梨的营养价值高 在南回地区种植出来的效果也很好 现在不仅是南回 连东海岸线也开始种植 分局长王志辉说 他想的很务实是为农民设想 到底撞了红梨年收入可以到多少 要给他们的就是实质上经济的发展 与农特产品行销的帮助 过去农改厂 陈博士一直在协助农民 去改进他们生产部分 所以生产段这部分问题其实并不大 重点呢是在行销段这一块 那水保局因为推动农村再生 希望能够协助我们南回的部落 能够有一个新的产业 而且我们发现到红梨这个产业 不只做一级的直接的吃 二级的加工 更重要的是它实在太漂亮 未来根本来发展观光是大有可为 所以我们就选定了这个红梨 作为我们南回一个推动的动力 那去年刚开始的时候 老实讲大家还抱着观望的态度 有人种但是面积还是有限 大概三四十公顷左右 后来经过水保局的辅导 结合农粮署 农改厂 县农会 还有我们县政府合作之后 那大家就开始注意到红梨这一块 那整个这个市场上也就开始认同 也愿意来去吃这个红梨 不仅成功打出了红梨市场 也结合了二三级产业 农民看见未来不再担心自己种植的红梨米 没有人买 现在通路有了 行销也有 透过电子商务 不管在哪里都可以了解红梨的故事 还有怎么买 那农民发现到说 这个红梨已经渐渐被市场认同之后 也开始增加它的面积 我们目前为止整个南回 或许还加上部分的东海岸 其实种植面积都到120公顷了 那这对农民而言怀抱的希望来种这个红梨 那如果它的曝光度跟它需求量 没有一起拉高的话 我们也担心说 红梨也只是成为一时的这个明星产业 可是很快能够很快就没办法维持下去 要让这个红梨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的最好方法 当然就是让红梨让更多人知道 未来水土保持局台东分局还会继续推动 也有计划推出更棒的红梨行销方式 也请民众拭目以待 东台宣布发林郑虎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